另外是擅长粉彩画的德国画家凯琳巴赫 即日起在台湾展出近两年来 她在台湾的创作成果 在这幅名为如此台湾的粉彩画中 表达的是台湾民众喜欢到庙里拜拜 以为可以用宗教的慰藉和金钱力量通往天堂 但是却还是充满了变数 而这幅画叫做包容 由两片叶子形成的地球 除了传达环保的概念 也呈现道家阴阳调和的道理 这些就是德国画家凯琳巴赫 在台湾两年来的创作成果 凯琳巴赫过去一直从事各类媒材 像是油画水彩蛋彩等等的创作 而在1982年开始 她找到了最忠于原味的粉彩画 来传达她的心灵景象 线条简单色调淡雅 却耐人寻味是她的最大特色 在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 参加过德国巴西国际艺术大奖 而这次在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展出 从即日起到元月9号为止 凯琳巴赫希望用她的作品 带大家一起迎接前十年 民事新闻张润银黄明台北报道